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孟姆 我是Alon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其实啊,Alon,我今天想 这个矫情一下 你每天都矫情,矫情吧 每个成年人内心呢都住着一个 已经开始了,是吧 长不大或者是不愿意长大的孩子 而每个孩子的童年呢 都有值得拥有最快乐的回忆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吗 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 快乐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我们就很容易忘记 原来开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莫莫老师今天为什么这么失信大发 开始做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生受到什么挫折了吗 只是在感叹一下 不过呢,我还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很容易满足就会很开心 Alon,你觉得是不是越长大 真的烦恼会越多一些呢 我觉得长大了以后 生活变得越来越来复杂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快乐一点也没有减少 反而变多了 因为我的能力变强了 我的世界变大了 而且我能比较合理的看待 生活中的不如意 所以说我真的是开心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果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上周就特别开心 你也可以开心一会 虽然没什么朋友 只有三个朋友 但是开心了一下 和三个朋友去哪玩了 去了这个欢乐水世界 玩了这个水上过山车 并且呢 还从这个七十度倾斜角的 那个滑梯上滑下来 真是很刺激 I had a well of a time 玩得非常痛快 I had a well of a time 玩得很开心 很痛快 就可以用这个表达方式 木木老师虽然朋友不多 但是 不用强调我的朋友 好吗 对对对 自己也可以很开心 不会 她是alone 不是lonely 对吧 这个木木老师是一个汉子 但她是一个胆子很大的 女神汉 那可不 就有一些人上去了 直接就下来了 没有勇气 我连呼吸都没带 直接一闭眼 滑下去了 那是啥 不注意保护自己 下次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是吧 保不准什么时候 你可能就会受伤 刚才木木老师说 玩得很痛快 他讲的是 I'm very happy 我没有讲 I'm very happy 想黑你都黑不到 反应还是蛮快的 我讲的是一个高级的句子 总之 你不要讲 I'm very happy 就是说那种 低级的表达方式 也不能说低级吧 就是说 过于常规 你可能就 我们要走点不走寻常路 就是当你刚学英文的时候 你可以说 I'm very happy 但是当你学了一段时间英文 我们要不断地更迭自己的这个语料库 不断更迭自己的表达方式 好 如果我要讲 玩得很痛快 我就跟木木老师一样 我说 having a well of a time 这样子来表达 玩得很开心 你们学坏了没有啊 今天呢 我和Alan谈了谈 当我们超级开心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一些英文表达 最近呢 我的一些好朋友啊 前一阵子都在换工作 现在总算是都安定下来了 不知道Alan对于这个 经常换工作这个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不要轻易换工作 任何一份工作 首先选择的时候要谨慎 第二呢 做的时候 别管那个事情 是不是你觉得很琐碎 也要把它做好 哪怕是 泡茶 泡茶是这样子的 像木木老师 你别看他现在录节目 然后很红 然后现在上课也特别受欢迎 但是他刚来公司的时候 都是从泡茶开始的 而且他还不会泡茶 一开始是先把水倒进去 然后放茶叶 后来经过教导培训之后 才知道先放茶叶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啊 找工作这个事情 My friend has been on cloud nine ever since she find a new job 我朋友最近就是因为 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都乐坏了 特别的开心 还乐坏了啊 这个on cloud nine 可以讲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九重天嘛 是吧 九重天 不知道极乐世界 多么幸福 是的 如果你非要解释的更详细一点 你就想想你在云端的感觉 难道不够爽吗 我害怕掉下来 我恐高 但是在这里啊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木木 Good explanation 所以on cloud nine 就是你飘飘欲仙 非常的开心 乐坏了 Oh my god 还有一些啊 就是想要表达出 自己特别开心的句子 很明显的一些句子 说来听听看 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 大家不是都在朋友圈 刷旅游的照片吗 是 对 我就感觉自己 环游市集一圈呢 都去了哪 这里啊 那里啊 I have had a fantastic week I'm feeling on top of the world 木木老师讲 我这一周过得非常棒啊 感觉就像站在这个哪儿 世界之巅 哎呦喂 还世界之巅啊 在这个办公室 环游世界的感觉 还是很爽的啊 on top of the world 讲的就是 在这个世界之巅 那是想表达 内心特别的喜悦 特别的 开心 开心 对不对 on top of the world 非常的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说到世界之巅 我脑子里一直回荡着一首歌 哪一首歌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 唱一句看看 哎呦呦 不要现丑了 这个Chang 给我们剪一段 这个月亮之上啊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 在世界之巅都不算什么 I am over the moon when I find a good song 木木老师说 听到一首好歌 就会跨越月球 是这意思吗 那倒不至于跨越这个月球腿 还是没那么长 我看一下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木木老师腿 大概是23公分 我是不是节目就录不下去了 没有 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更加丰满的木木老师啊 对 丰满的木木就是20厘米的腿 23厘米 不管怎么样 这个over the moon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站在世界之巅 还要更开心 是不是这意思 对 都跨越这个月球了 就是狂喜 十分开心 当我找到一首 这个特别好听的歌 或者是收到 这个一些热心小听众 推荐的好听的歌的时候呢 我就会over the moon 狂喜 木木老师真的是特别容易狂喜 喝了一杯星巴克 好喝 狂喜 然后吃了一个什么麻辣汤 哎呦 狂喜 然后吃了一个烤红薯 冬天快来 那又吃烤红薯了吧 狂喜 and a cup of tea 你就 happy as a clam 对不对 然后就开心 像个蛤蟆 不要理解的这么肤浅好吗 虽然这个单词啊 这个字面的意思 clam 就是蛤蟆的意思 c-l-a-m 这个词 就是蛤蟆的意思 所以说 你要说我开心的 像一只青蛙这样子 是不是文化人一点 还蛮形象的啊 不过在这里这个 happy as a clam 就是指的心满意足 很容易满足 就很开心的 就像青蛙一样 这里与青蛙与蛤蟆都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 刚才是那个乌鸦的叫声 其实我是想表达 就是Alan对于你来说 一本书 一杯茶 是不是就happy as a clam 心满意足了 你这意思 我就是个老人家是吧 难道Alan你不是一个老人家吗 今天的Alan还有木木老师 和大家一起分享 表示超级开心的 几种非常实用的英文表达 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看你们都记住了吗 No.1 玩得非常的痛快 I had a well of a time No.2 高兴的飘飘然 on cloud nine No.3 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 on top of the world No.4 心满意足 happy as a clam No.5 狂喜 over the moo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好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阿伦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around